营造友善生成 让狗狗猫咪也能够很幸福 苗栗县洞房所邀集兽医师工会 洞保团体等 针对县内64家宠物业者进行评鉴 针对疫苗注射 饲养环境等进行检视 违法者最高除300万罚款 借此建立友善店家 有家的毛小孩最幸福了 除了能在收农所找到有缘人之外 喜爱狗狗猫咪的民众也能够在宠物店遇见真爱 但前提是 特定宠物业者必须是友善店家 苗栗县洞房所特别办理宠物业者评鉴 每季会去关心 会去查核 那至于这个发许可以后 我们那个也会去做一个评鉴 那评鉴是每年我们会请外省委员 外省委员有这个宠物公会推荐的代表 以及受医师 以及动保的团体 三位外省委员去做评鉴 县内64家的宠物业者 评鉴内容包括狂犬兵疫苗注射 饲养环境 宠物登记确实等等 违法业者移动保法开罚10万元以上 300万元以下的法官 勒领停业 评鉴有U等 甲等 宜等跟宾等 那这个U跟甲会继续续约这个宠物登记站 就是说可以做金片植物宠物登记的这个登记站 宾等跟宾等我们会再去复查 那如果说不过的话 我们就会做一个采除跟撤照的这个行为 建立友善店家之外 疼爱不弃养才是狗狗猫咪幸福的主因 每年定期施打狂犬病疫苗 用爱照顾猫小孩健康